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次的题目是 侍奉者的品格 好 侍奉者 其实我们常常会想到说 这个我刚刚才信主 那我是一个侍奉者吗 其实我们必须要说 其实当我们一相信主 接受主的那一刹那 我们就开始侍奉主 而这个上帝 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品格呢 就是上帝在我们的身上 一路一路一点一滴的 要加在我们的身上 来制作我们 我上次也讲过说 我们今天讲到的是 更新的事奉 这是一个动态的 是一个continuous 一直不断的在进度 往前走的 同样的 就像我们的属灵生命一样 你们如果生下的一个孩子 他是不是一点一滴的 慢慢慢慢的 每天你都会发现 不一样 是吗 我不晓得在座的每一位做爸爸妈妈的 你们记不记得你的孩子 什么时候是长得最快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的Nikki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每个礼拜的照片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礼拜 我们一定要把照片送回台湾去 因为每个礼拜都不一样 到后来呢 就大概一个月一次 或者后来就最后就是半年一次 到现在的话 几年都不用记了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 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 你就要知道 你就像那出生的婴儿一样 你的成长是快速的 是可以看得见的 非常快速的 好 所以今天呢 这生命跟侍奉是同时并进的 我们上次呢 所讲到的第一个 我们说敬畏上帝 我们说敬畏上帝呢 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讲到说 那位上帝是全有全风全能的神 他是那位宇宙的创造者 他是太伟大 太伟大的 如果我们真的去仔细地思考 这一位伟大的神 他是什么样的神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树立其境 我们就真的是要站在祂的面前 那我们的受造就在圣经里面139篇讲到说 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 and our creation is very wonderful 是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and fearfully 我们是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我想当我们想到说 你知道吗 当我以前讲到说 我们在看不运症的时候 我们就讲想到 我就看见知道了 哇 一个孩子的这个受育 以及出生这个中间的过程 是几乎是我们无法明白 无法想象的 另一个奥秘就在其中 因为这中间真的有太多太多东西 需要达配 彼此的达配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们真的要为你们所有的孩子 你们要感谢赞美神 他们是一个奇妙的创造 同样的 我们自己也是奇妙的创造 然后最后呢 这一位万有全能的主宰 和我们发生了关系 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 他是跟我们在这个地上 是有连接的 他不仅拯救我们 而且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就像我在这英文里面讲的 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赎主 他是我们生命里面 生活里面的主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 弟兄姊妹 当我们开始敬畏这位上帝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是会变得不一样的 我们跟许许多多世界上走的人 他们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是有神 在我们的里面是连于那天上的智慧 我们所做的 所听的 所说的 我们所表现出来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已经连上了 那个最丰富的源头 让我们都做一个敬畏神的人 好吗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是 今天的主题 就是完全的顺服 在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讲到顺服 其实讲得太多太多太多了 听的呢 耳朵都麻木了 我们讲到说 我们要遵行上帝的旨意 我们在每一次的婚姻里面 我们在那些婚礼的里面 我们一定都会听到 那以弗所书第五章 那个丈夫 这个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 我们都知道 但是真正的做起来 就是很不一样 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在整个 整个这个宇宙的当中 这个最高最高的权柄 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是我们的神呢 就是上帝 这个最高的权柄就在那里 万有都要服服在他的面前 所有的这些动物 人类当然是第一的 所有的那些植物 所有的那些 所有的这些 这个高山啊 这些峡谷啊 这个海洋啊 所有的都是服在这个权柄下面 甚至于在灵界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使者 他们也是服在这个权柄下面 所以这个权柄是第一个 是最高的 也就是我们要顺服的 我们今天讲到顺服 其实它有两方面的意义 我们常常讲说顺服是什么 就是顺从 Obeying 就是Obeing 另外一方面呢 是要降服 就是Surrender 我们就基本上有两部分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我们是只有一部分 我们没有两部分 好 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师母 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他说 因为我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丈夫 那有一次呢 丈夫就请他呢 倒杯水来 那他很属灵 他知道说要顺服丈夫 所以她就拿了一杯水 但是说老实话 她心不甘情不远的 但因为其实她的先生 可能最近得罪了她 所以她就很不太高兴 她就把一杯水拿过去给她 她就说 给你 她心不甘情不愿 可是她做了这件事情 她顺从了她先生的要求 但是她其实心里面 并没有真实的降服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 这个顺服是比较广泛的 而且是比较 比外一致的 从里面到外面 那我们讲到说 这个顺服 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其实上帝是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 非常有次序的神 because our God is in order 对 她是很多事情 是要紧紧有条的 everything has to be in order 譬如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最简单的 我们不用看 这整个的银河系 我们也不用看 整个太阳系 我们只看三个星球 we don't have to see the whole galaxy we just see the three satellites 三个星体 三个星体 第一个就是太阳 第二个就是地球 第三个就是月亮 好 那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这三个这个 当然太阳我们是不动的 对不对 然后地球是绕得走的 而月亮呢 是绕着地球走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很多的生活里面 会发生一些的次序 所有的天象 天气 以及许许多多的这些 这些土壤 很多的生长 都是随着这个走的 所以其实上帝 是非常有次序的 而我们就是活在 这个次序的里面 我今天如果讲说 我不喜欢月亮 我说月亮不要再来 把月亮从这个整个里面 把它拿走 那你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 你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上帝 是非常有次序的一位神 God is very in order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说 上帝是全有全封 全能的神 God is almighty all capable 所有的不顺服的起源 all the origin of not submission 是从 那一位美丽的天使 他就是 那个叫做 Lucifer 然后呢 他呢 就是那一位天使 从他的心里面开始 他不服 他不愿意站在一个 上帝下面的位置 他要像上帝一样 为什么我不可以像他一样呢 我这么的美丽 我这么的棒 我为什么不可以像他一样 我为什么要在他下面 就是这个顺服里面 有一个under的这个位置 我为什么要在他下面 所以他开始就堕落了 他不仅自己堕落 他带了三分之一的使者 一起的堕落 这就是所有的事情的开始 而因为这样子 带下了亚当和夏娃的 那个堕落 同样的 亚当和夏娃 他们呢 也做了一些 不顺服上帝的事情 所以虽然这个可能 我们觉得说 哦 It's okay 不是一个上帝所说的 不是说 不是说通通都不可以吃 那位欺骗者就开始 在跟他讲来讲去 讲来讲去 这样子 所以最后呢 就堕落了 那个坏蛋就得逞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生活 我们就是从这样子的环境下面出生的 我们出来 生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状态 好 那我们讲到说 我们要顺服上帝 这一位最高的权柄 好像觉得 好像 很空洞 It's like a very empty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We think about this A very good example 就是主耶稣 It's Jesus 主耶稣在上十架之前 Jesus before He went to the cross 他在克西玛尼园祷告 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他心里好痛苦 他跟上帝讲说 请你请你把这个苦杯挪走 因为在他的心中 他真的受不了 他知道将要来发生的事情 是很大的痛苦 是他没有办法真受 所以他真的是 憨如雨下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在祷告的当中 他对上帝说 他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 而主耶稣 因此 他上了十架 也就是带来我们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救恩 而主耶稣 他在上十架的时候 其实他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其实他也是神 可是他愿意谦卑下来 他将卑 成为人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经节 就是他把自己 成为了人的样式 他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主耶稣 他自己愿意 存心顺服 他成就了这件 极大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 有这个福杯可以藏 因为上帝 并没有挪去 那个苦杯 他让他的儿子 来尝这个苦杯 而把福杯 赏赐给 众众万万的 所有其他的孩子们 让我们今天能够说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好 我想主耶稣给了我们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example 所以主耶稣的 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发现 他和仇敌撒旦 是两个绝对的 一个对比 形成了一个 极大的对比 原来的这个仇敌撒旦 把我们拉下来 然后今天呢 这位耶稣把我们抬起来 我们本来是一个不顺服的 今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榜样 所以所有的蒙恩的人 我们都是可以顺服的 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的呢 我们顺服上帝 当然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认识 我们的上帝 我们就是要从圣经里面来认识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 就是圣经 我记得呢 我那时候 刚刚信主的时候 因为我 我从小 我应该讲 我不是从小 就是基督徒 那我真的是 等到是成为一个成人的时候 我才信主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有兴趣 想要认识 这一位 我原本不认识的上帝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就 一直读圣经 一直读圣经 那个时候呢 我是一个单身 那可是呢 我呢 就看到了那个 《义夫所书》里面 讲到那个 夫妻的关系 我的心里面就觉得说 蛤 有这样子的事吗 因为我觉得 跟我所生长的 生长的环境 以及我的 这个 教育的训练 好像男女之间 就是一样嘛 他们可以做的 好像我们也都可以做嘛 但是呢 在那里面呢 当我看见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上帝讲说 我说我愿意 我愿意做一个顺服的妻子 虽然我还没有结婚 我根本不知道 我的对象是谁 是不是会给我 许许多多的 困难 对 可是我跟上帝 许个愿 我说我愿意 我愿意照着你的话来做 当我看见那个真言三十一章的事 当我看见那个真言三十一章的事 三十一章 里面讲到贤妇 那我就想 哦 好棒哦 我也很想这样子 好 所以在我的心中 虽然我还没有 连影子都没有 那但是呢 我真的在我的心中 有这样子的一个想 有一个愿望 就是愿意来照着神的话来做 好 当然 我们 我们就知道说 后面也有很长的一段路 I know that there's a long way to go 并不是说 你要有就真的有了 待会如果有时间 我们还可以再分享 好 好 我们在圣经上面 其实即使是主耶稣 他也非常非常注重神的话 他其实他 即使是在 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 他就是用上帝的话 来击退仇敌的 让这个撒旦 能够退过去 同样的 这个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 他说你知道 很多人叫我主啊主啊的 但是呢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进天国 他说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够进去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 他说 哎呀我又 我又封你的名干贵 我又做这个做那个 我这么能干 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为你做了 上刀山下 那个 上山下火 可是 主说 我不认识你 所以我们必须要 遵行上帝的旨意 我们如果要遵行上帝旨意 我们就要知道 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从上帝的话来 所以弟兄姊妹 其实 其实 我们很多时候得罪上帝的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他说什么 所以我们赶快加紧 我们加紧的来读圣经 让我们的主常常对我们说话 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 我们来进步 一点一点的来学习 好吗 好 接下来 我们今天 有那位全能的上帝在上面 他是最高的权柄 我们也有圣经神的话 就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可以读 我们可以来学习 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 到底是什么 我们能够认识上帝 我们能够知道 他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这好像都很高 很空洞 但是呢 其实要学习顺服 并不是说一件 不可能 好像觉得我没有环境 那样的情形 其实呢 对我们来讲 上帝在我们的周围 就设立了许许多多的权柄 当我们今天在顺地 我们要怎么样来顺服上帝呢 我们就是要顺服上帝 摆在我们身边的权柄 我们有的时候会说 啊 什么权柄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爸爸妈妈 对吗 我们的爸爸妈妈 就是我们的权柄 讲到这里 我就常常就想到 圣经里面说 你们要孝顺你的父母 然后使你在世得福长寿 弟兄姊妹 我想问你 不管你年纪多大 你觉得你孝顺父母吗 还是你觉得 你还是有那个进步的空间呢 我想我就是 我需要更多的 孝顺我的爸爸妈妈 有的时候你们想 我一个这么大的人 我妈还每次跟我讲 哎 你要这样子 你要那样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知道了 我这么大了 I'm so I'm so old I'm very old already I'm old enough already 所以呢 我后来每次 我就现在想想 妈对不起 我要真的要多听你的话 常常要 如果你要去当她 我要想办法陪你去 I should more obey to you 我觉得说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大 我们常常就是对孩子说话 所以我们对父母亲 我们忘记了 我们也是他们的孩子 这样子 So we feel that we are so old A lot of times we talk to our children We think that we are like They should submit to us So we should submit to our parents 所以呢 其实大家弟兄姊妹 我们都可以想想 如果说你的父母亲还健在的话 让我们来做一些事情 来让他们 让他们的心里面 能够满足 Let's do something that we can satisfy their heart 同样的 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 孩子要学习 怎么样来 顺服他的父母亲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讲说 我们是机器人 It's not like we are a robot 就像我刚刚讲的 只是一个顺从 Obey Just obey 其实我们是 我们是都是有 都是有心思意念的 我们也是有思想的 We can think 我们有自己的 自己的想法的 We have our thoughts 对不起 真的是 我跟他讲了 我说我会用简单的字眼 然后要慢慢讲 所以 对不起 所以真的不容易 我们是可以沟通的 We can communicate 我们是可以跟我们的父母沟通的 We can communicate to our parents 因为我们的父母 其实也不一定 每一件事情 他的看法都是绝对 完全正确的 We can communicate to our parents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 我们的一些看法 We can tell them that what we think 然后我们跟他之间 有一些沟通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our parents 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 So is our children 我们的孩子 许多事情 你不可以说 Because I said so So you have to do it 不能说因为我这样讲 所以你需要来听话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 真的是说 听我们的孩子 所讲的话 我们跟他之间 要有沟通的 We need to communicate 我在这边特别要提一下 我刚刚讲到说 上帝说是有次序 上帝是使唤有次序 但是呢 他并不是 在这个次序的当中 并不是说 我们的阶级 或者好坏 或者是说高低 而是说 因为在这个次序的当中 上帝的工作就可以出来 就像我们在讲 刚刚的例子 太阳 月亮跟地球 你们觉得哪一个 是比较重要的呢 哪一个比较不重要呢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 是双面的 但是呢 当所有的东西 都在次序的当中 他就把他原来的目的 就可以展现出来 今天我们愿意 我们的每一个家庭 都是在那样子的 一个上帝 所定的一个次序的当中 当我们在上帝的 次序当中的时候 上帝的工作很容易出来 而上帝的工作 很多时候 就是一个祝福 其实从上帝来的工作 就是祝福 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 都是在这样子的 一个祝福当中 同样的 我们在公司里面 我们也都有一个的次序 不是一堆闪杀 你要走这边 我要走那边 那这样子的公司 它没有一个单一的 一个方向的话 那他绝对走 他根本没办法走出去的 同样的在教会里面 也是一样 所以上帝在教会里面 他也设立了一群的 在上面的一些的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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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个 这个次序的当中呢 把每一个 不同的弟兄姊妹 摆在那边 并不是说 这比较好 放上面 这个比较差一点 给他放下面 不是的 而是上帝把 最适合的 把他放在那边 上 而且上帝 把这个人 放在那边的时候 他要加东西 给他 同样的 就是像 在这个 在这个 教会里面 我们有 长老 我们有 面者 上帝把他们 放在这个位置里面 那我们的位置 就是在下面 是不是表示说 他说一个动作 我就做一个动作 就像机器人一样吗 很多时候 我们跟他 也是一样 需要沟通的 有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事情 我们看见了 我们也要告诉他 但是决定在他 那我们就是活在这样子的 上帝所定的一个次序的里面 好 接着我现在要讲一个非常实际的 那个中的时间好像都完全不对 对不对 对 OK 好 我想说 其实在我们的 这个顺服的里面 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关键 我刚刚一直在提的 他在我上面 我要顺服他 是不是一定要他很好 我才顺服他 好 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 你们也知道 我在结婚前 我已经下定决心 我要做一个顺服的妻子 但是真的在婚姻的当中 每一天的日子里面 真的要做一个顺服的妻子 的确是非常难的事情 为什么难呢 以我来讲 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他便不是一个很跋扈的人 就是他 他并不是 所以 很多时只是说 我们两个人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们做事有不同的方法 我从上到下做 然后的我的先生呢 要从下往上做 所以我很困难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东西计划好 所有的每一个 所有的船啊 车子啊 飞机啊 所有的计划得非常好 旅馆啊 可是他喜欢轻轻松松的 就去个地方 到底是谁对谁错呢 其实没有对错 而是应该要怎么样的 彼此之间的搭配跟调试 其实有段时间 我就是真的是觉得 顺服不下去了 因为他的方法 真的跟我不一样 那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会有自己 非常强烈的 我们的一些看法 我们当然觉得 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然后呢 就会看见他们的 很多的缺点啊 很多的问题 就是missing parts 很多东西 那我那时候 真的是跟主讲 我说主啊 我说不行了 我说真的没办法啊 I can do it 我说我真的做不到啊 我说这样子的人 我怎么可以顺服他呢 我就在主的面前啊 在里面跟他拉扯 这样子 结果真的上帝开我的眼睛 他说今天 我要你顺服他 不是因为他什么都好 不是他什么都棒 而是因为 他就是你的丈夫 我就把他放在这里 我当时听到说 我知道我原本的这种 判断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顺服的当中 我们有一个 服不服 我是不是可以服这个人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人比你好 那我要服他 是不是他所有讲的都是对的 所以我就要服他 当然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可以有罪 在罪里面 一个先生是 如果是在罪中 或者是犯罪 对你做的事情 是因为罪的表现 其实这些是不需要顺服的 我们今天这些事情 我们讲的都是在 合乎神的原则下面 如果是不对的话 那我们就不需要顺服 那这是我自己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 那我现在问你们 我结婚三十年了 你们觉得我学会了吗 你们觉得我是一个顺服的妻子吗 都不敢讲 好 我想这是我们一个 一直不断在学习的功课 就在最近我就发现 我有不顺服的事情 我又在那边跟他讲道理 真的是太小太小的事情 我们就在这里不提了 非常小的事情 可是很多时候小的事情 我们会忽略 后来我觉得 我为什么会觉得说 我需要做一件顺服的事情 因为其实他很多时候 他不会很管我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因为我发现在那件事情上 他比较坚持 不是对错的问题 所以在那件事情上 我觉得我必须要顺服 所以你现在知道是什么事吗 就是我回台湾的时候 他要叫车子来接我 我不想 因为我想坐机捷 我想坐捷运 直接到台北车站 然后就直接坐计程车回家 他不愿意 然后我就觉得 Why not 我就很想做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 我们都可以学习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极大的困境的当中 我们再来学习顺服 在小事上面 我们就来学习 好吗 顺服上帝所给你的环境 这需要信心 你要相信上帝 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 你要相信说 他都知道 你要相信 他有最完美的一个安排 我想不晓得在座的 有没有弟兄姊妹 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 有的时候你觉得非常无奈 然后有的时候你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你就会问你的上帝 为什么 让我们真的就到主的面前来 让主来给我们解答 让我们跟着我们上帝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跟着他走 来看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自己本身曾经在有一段的时间 因为在带孩子的事情上比较辛苦 而且不是只是说 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事情 我们像我们工作 也有工作的压力 然后家里面也有家里面的事情 然后还有孩子 所以其实可以 真的是让自己 真的是力不皆暇 不知道该如何的来 处理我的生活 我曾经那个时候 真的是有一个问题 就问我的主 我问主说 主 你训练了我这么久 难道你就是要我在家里面 来处理这么多琐碎的事吗 当我们从小 我们在学习上面的时候 我们好像非常清楚 觉得说生活里面 就是那么的单纯 我就是有一个一技之长 我就是可以工作 我就可以专心的在工作上面 可是你会发现说 你在你的生活里面 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这个情况 也跟个人的一些光景有关系 就是自己非常的疲惫 心很累 我真的是跟主讲 我说 心里面有一点点埋怨 然后后来真的 我又顺服下来 我知道说 其实上帝 在我的环境里面 他是不会错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环境 不是我心里面喜欢的 在我的里面 好像觉得有一些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一个 无奈 可是上帝让我看见 他在掌权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 每一个阶段 上帝都在掌权 他在这个 你只要顺服他 他会带你 从那个环境里面 出来 他不一定改变 所有你周围的人事物 但是他改变的是你的心 你这个人 再也不一样了 你更不一样 顺服上帝 给我们的环境 好 我们接下来 好 在这边有一处的经节 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上有权柄的 让人当顺服他 submitted to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the authority that exis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God 好 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看看 上帝在我们的周围 设立了什么样的权柄 让我们在这个顺服的当中 来学习 因为顺服就是蒙福 这是一个我们蒙福的机会 弟兄怎么愿不愿意试试看 愿不愿意试试看 上圣经里的话是不会错的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故事 是扫罗王的故事 因为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我们来念一下 我先念中文 We start with Chinese 撒末尔对扫罗说 大家看得见吗 看不见没关系 我念 撒末尔 这是撒末尔跟扫罗王之间的一些对话 This is the internet from Saul and Nepal 撒末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带他们 怎样抵挡他们 我没有忘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孩童吃奶的 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我们念一下英文的 Samuel said to Saul I am the one the Lord sent to annoy you king over his people Israel So listen now to the message from the Lord This is what the Lord Almighty said I will punish the Amalekites for what they did to Israel when they waylaid them as they came up from Egypt Now go attack the Amalekites and totally destroy all that belongs to them Do not spare them Put to death men and women and women and children and infants cattles and sheep camels and donkeys 好 扫罗几大亚玛利人 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 申请了亚玛利王亚甲 用刀杀尽亚玛利的著名 扫罗和百姓 却联习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牛羊 牛肚羊羹 并一切美物 不肯灭绝 凡下贱瘦弱的 瘦弱的 竟都杀了 Then Saul attacked the Amalekites All the way from Havilah to Sur Near the eastern border of Egypt He took Aga king of the Amalekites alive And all his people He totally destroyed with the soul But Saul and the army Spare Aga and the best of the sheep and cattles The fat calf and the lambs Everything that was good These they were unwilling to destroy completely But everything that was despised and weak They totally destroyed 撒末尔对扫罗说 耶和华差遣你 吩咐你说 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 将他们灭绝 禁禁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扫罗对撒末尔说 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啊 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路 请了亚玛利王亚甲 来灭绝亚玛利人 百姓却在你所当灭的物中 取了最好的牛羊 要在吉甲谢于耶和华你的神 Samuel said The Lord anointed your king over Israel And he sent you on a mission Saying go and completely destroy those wicked people The Amalekites Which war against him until you have wiped them out Why did you not obey the Lord But I did obey the Lord Saul said I went on the mission The Lord assigned me I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Amalekites And brought back Agax their king The people took sheaves and cattle from the plunder The best of what was devoted to God In order to sacrifice them To the Lord your God at the Gilgal 撒姆尔说 耶和华喜悦番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养的旨由 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 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But Samuel replied Does the Lord delight in burnt offering And sacrifice as much as in obeying the God The Lord To obey is better than sacrifice And to heed is better than the fat of rams For rebellion is like the sin of divination And arrogance is like the evil of idolatry Because you have rejected the word of God He has rejected you as king 好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 有几个人 撒姆尔还有扫罗 还有其他百姓 还有亚玛利人 好 上帝这个借着撒姆尔 告诉扫罗王 你要把他们杀灭俱进 不可以留下来任何 什么都不可以留下来 可是扫罗他这样做了吗 他是打败了亚玛利人 没错 他也灭了很多很多 看起来不太好的东西 可他好的他留下来了 美其名是说要献给耶和华 可是其实 这是因为他心里面有 他自己的一些判断 所以他把这个上帝对他说的话 给他调了一点点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例子 但是它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而且非常的频繁 好 我现在在这边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个人 你们知道 我私情的事情 简单的讲 就是 我不是一个很会弹琴的人 我也没有很好 长时期的训练 但是上帝要我来谈琴 谈琴的时候 我不是盖的 真的是很差的 是连那个 只能看一个或两个 只能一个或 一个生的 或者一个降的 这样子的人 上帝也要他来谈琴 所以我怎么敢 去做这件事情 那甚至于上帝要我做的时候 我还跟他讨价还价的 给他了一百个理由 可是后来我答应主了 所以我就弹琴了 那这一答应了之后 当然有很多很多上帝的恩典 那一谈也是很久的时间了 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半 是一大半 是比较难的那一部分 但是还有另外一小部分 我一直没有讲 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你知道我从小就爱唱歌 我从小在学校就是合唱团 我就是爱唱歌 许多的歌都爱唱 只要好听的就爱唱 然后我到了 在信主了之后 我们就在师班里 我们也唱歌 很开心 后来我们又带敬拜 自己心里面也常常被 敬拜在圣灵里面感动 可是当我答应主 我要开始施行的时候 这就表示说 我不太可以带敬拜了 今天在我的想法 我有很好的想法 因为我要把最好的给神 所以我要把我比较好的东西给神 我不要把我不好的东西给神 可是上帝在我的身上 他做了一件 真的是跌破眼镜的工作 上帝是非常幽默的 他是非常幽默的 他把我认为我觉得好的 可以给他的 他把他拿掉 他把一个 我认为我很差很烂 根本不能够在人的面前 见台面的 他要我来出来 当时主给我的那句话 就是听命圣于先祭 你不要认为 你觉得你把最好的东西 献上去 上帝就高兴 上帝要的是什么 听命圣于先祭 你不要认为 你信了很多很多 他就非常的高兴 可是你不听话 好 弟兄姊妹我想 我们时间上比较有 比较紧迫一点 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 对不对 好 那我想 后面还有一些 可能我要第三个讲了 下次我们再来补充好了 顺服神 有许许多多 非常非常大的 祝福 我们很快的 就讲一下 一个顺服的人 他才能够 接受上帝的一个 关书 在上帝的手中 他的工作 才能在你身上 做出来 包括我刚刚 跟你讲的说 顺服你的环境 因为上帝在你的环境里面 他要做工在你的身上 一个真正能够 顺服上帝 被上帝使用的人 他才能够与人同工 他才能够 进入那个次序的当中 真的一个顺服的人 顺服你权柄 不是只有顺服上帝 要顺服你周围的权柄 你的祷告才忙垂停 你一个顺服的人 你才能够 常常地住在主的里面 你在顺服的当中 圣灵的同在 恩高 祝福 就一直留在你的身上 最后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是充满了征战 你只有在顺服的当中 你就可以让仇敌 哑口无言 因为你要顺服神 你要能够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 所以最powerful的 那个武器 其实在这里讲到的是 你要顺服上帝 你要顺服上帝 在许多的征战上面 你就可以得胜 最后我们讲说 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的工作 我们就像泥土 放在瑶匠的手中 在那个potter的手中 他可以帮你制作成 最美丽的气 最后我们弟兄姊妹 我想请我们的 战员长老 还有以撒 传道 还有家勇长老 来为我们的 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 我们可以就是起命 请他们在这边 为我们所有的 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 我们请你按手 在你的心上好吗 或在你的头上都可以 我先来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主要让我们学习 如何的能够来顺服 主要我们顺服你的旨意 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的里面 我们顺服在圣灵的带导的里面 带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主啊 我们真的是说 我们是一个悲逆不顺服的人 主啊 求你的恩怜悯 慈爱恩典宝雪 再次来捷径 主啊 我们回转我们的心 我们来快跑来跟随你 是的 主啊 这个顺服不是那个痛苦 不是那个压迫的 而是喜悦的 主啊 因为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神的 你的恶是容易的 我们学你的样式 因为你是如何顺服 天父 我们也如何顺服你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赐福在座的所有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 主 我们一同来感谢你 主 要感谢你 把顺服的功课 再次地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常常活在 不顺服当中 主 我们常常不能够听你的话 我们很多时候 听是听见 却不晓得 看是看见 却不明白 主 我们常常是糊里糊涂地 让我们的一生 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主 在这个时刻当中 你再次把你清晰的话语 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看到 主 你所创造的秩序 因为你在教会当中 特别说到 神所设立的 都是有秩序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主 是的 让我们能够学习 彼此的顺服 学习年幼的 要顺服年长的 其次 我们也要彼此的顺服 主 因为我们都是顺服神 而顺服彼此 我们当中 所分享的正确的 和神心意的话语 是的 主 当我们弟兄姐妹 所讲的 主啊 是和神心意的 我们做牧者的 也要顺服 主啊 我们做牧者的 讲的是和神心意的 我们弟兄姐妹 也要顺服 是的 让我们真的是 活在一种 彼此顺服 彼此尾身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赐下神你的 祝福下来 真的就像 你在雅各书里面 所说的 你们中间 若有生病的 可以请教会的 长老牧者来 让他们为你们 按手 好叫他们得到医治 主啊 为什么神 你要透过 这样的一个架构 透过这样的一个 秩序来医治我们呢 就是要让我们 学习顺服 就像师父行传里面 当使徒们按手 在那些弟兄姐妹 身上的时候 圣灵就大大的降临 为什么你要透过使徒 让圣灵降临呢 因为神 你要设立秩序 你要设立在教会当中 建立神国的秩序 因为有一天 主啊 当你国度再临的时候 主啊 这个秩序 会永永远远地存在 使得主啊 这个秩序不是高低 没有贵贱 就是完全的顺服 就是顺服神 就是彼此的顺服 使得主啊 就像你 耶稣基督 你本身与神是同等的 但是你甘愿顺服 甘愿降悲 成为人的样式 主啊 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 主啊 你并且在 客气满年 祷告的时候 也说 倘若可行 请罢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照你的意思 那要找父神的意思 是的 主啊 在这个时刻当中说 主啊 我们也说 主啊 愿意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们的意思 主我们愿意活在 这个权柄的里面 我们愿意活在 这个顺服的里面 求主你的这样 把这样的顺服的心 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常常能够 透过顺服 让你的恩典 让你的圣灵 让你的能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断地彰显出来 主啊 你随着我们 祷告奉主的生命 主耶稣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无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须 离开我们逃跑了 主耶稣 我们原是你的工作 在基督里造成的 不要叫我们行善 使神预备 我们叫我们所行的 主我感谢你 圣经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要完全地顺服 在神的旨意下面 我们顺服神 我们读神的话语 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让我们真的是在 如此愿意在行在 神所要我们做的时候 主耶稣 你就把更多的祝福 祝福更多的 这个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 在神面前 能够得着你自己 让我们真的是 能够预备神所行的 让我们能够行善 神就把更多的祝福 领到我们每个个人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教会 愿我们所做的 都成为神所喜悦的 谢谢主耶稣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